I can't wait to se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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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堅果它是富含有許多天然營養素 和不飽和脂肪酸的很好的食物 那麼根據研究統計呢 它運用在慢性病的飲食中 佔有一席很重要的地位 舉凡說像是心血管疾病三高 高血糖 高血壓 高血脂 亦或是腎臟病 還有痛風的患者 可以藉由堅果的食物來做食療 那麼究竟慢性病跟堅果 怎麼樣變成是好朋友呢 我們今天好好的來了解一下 歡迎今天的來賓 姚偉銘 姚醫師 大家好 大家平安 接下來歡迎的是 宋安妮主廚 平安健康 接下來歡迎的是 廣播主持人阿布斯 我是阿布斯 接下來歡迎的是 樂天女孩阿布 我是阿布 好 我們剛剛聊到的 關於堅果這個部分 跟慢性病 如何可以變成是一個好朋友 因為其實在有慢性病的飲食上面 基本上都是要做好好的管控 因為畢竟有一句話是這樣子的 老話一句 話從口出 病從口入 吃多吃少吃錯 病就這樣子一天一天造成 對不對 那我們都知道說 其實改變飲食的方式 才是這個管理健康的最基本之道 沒錯 但是知道你知道了嗎 不一定知道好不好 我們就來考驗今天的來賓 你對於堅果的認知 你知多少 好 一樣喔 今天有五個提醒 那答對的人就會吃得比較多 那我想阿布也習慣吃我們的 懷食料理了 那我們就抱著學習的心態 沒錯 好不好 因為畢竟堅果在這幾年 一直說堅果很好很好很好 但它到底有多好 它的營養成分到底是什麼 很多人可能知其然 不知其所以然 好好來認識一下 好不好 五題 那我們就馬上進行 第一題 來賓請作答 好難喔 宋淑淑沒有懸念 直接A B C A B C又來了 好 三個答案A B C 其實這是有一點難度的 一開心果算是 比方說有時候過年的時候 開心果 對 對 瓜子 來家裡面就配茶點這樣子 對 開心果 樂天的開心果 對 為什麼選開心果呢 因為我不知道這個題怎麼選 所以我要當大家的 好可愛 好 好 阿布斯 因為我喜歡吃松子 妳喜歡吃松子 松子其實蠻好吃的 很好吃 所以我就要算算 妳松子都是在什麼料理吃到的 很多料理 單吃也很好吃 配茶 配咖啡都很好 這是一個很好的東西 所以我就覺得應該是它了 好 A B C各自有答案 那我們就來公佈答案是 A 妳好 我們就麻煩姚醫師 其實這三個裡面都含有 不飽和脂肪酸 對 但是胡桃的比重是比較高的 那胡桃本身 它不但還有豐富的 不飽和脂肪酸 它還有蛋白質 還有子溶性維生素E 子溶性 還有水溶性的維生素B1 然後還有一些微量元素 鎂 鈣 其他的東西 事實上它是一個 很多元化的這個堅果類 好 第一題暖身體 今天的都會跟營養素的知識體 比較有關係 來 第二題 請問 腎臟病的患者必須維持 D 鈴 甲 鈉的飲食習慣 那麼以下哪一個堅果 是不適合吃的呢 不適合喔 A 夏威夷豆 B 真果 C 腰果 來賓請作答 好 主廚跟阿布選B 阿布選C 來 阿布 因為呢 真果拿鐵很甜 所以我覺得不適合 雜事了吧 真果拿鐵的甜 是加了糖漿的甜 對 到底跟真果有什麼關係 應該多多少少的關係吧 因為喝那個什麼真果的飲料 都是甜的啊 所以搞不好它本身就很 就是 比較不適合 就是腎臟疾病的人吃 好 那 宋竹竹為什麼選B 真果 也是直覺耶 對 也是直覺 單純 對 那我們公佈答案是 C 腰果 阿布選答對 好 來 麻煩 姚醫師 講到腎臟病 其實吃東西的時候 我們會考慮到 第一個是 第二個是 所以 甲的控制 還有零的控制 其實跟食物的相關性 就會非常考慮 還有一個大家忽略的 蛋白質 很多腎臟病的病友 是不能吃高蛋白成分的 對 我們都會建議說 你不要吃花生 你不要吃蟬豆 豆類裡面 黃豆還勉強可以 綠豆 紅豆 其他的蟬豆 碗豆 就盡量不要 所以事實上 今天這個題目其實是 腰果它其實本身也是好的東西 只是針對腎臟病的這個電解質的調整 要特別注意 千萬不要過量使用 好 兩題而已 好不好 好 來 再來進行下一題 一樣跟堅果有關係 好 請問哪一個堅果是有效 可以降低膽固醇 與降低良性的 攝護腺肥大症狀 A 真果 D 南瓜子 C 芝麻 來賓請作答 好像都是 很難 好 三位選BCC 阿布斯選B 南瓜子 為什麼 我印象中在電視上好像有看過 因為我剛剛其實在思考的是 芝麻跟南瓜子 這兩個我好像印象是有看過 但是最後還是選南瓜子 但是我們剛剛提到的是 兩種現象 第一個是降低膽固醇 對 第二個是降低良性的攝護腺肥大 好 那個有事的妹C 這是芝麻好像可以減肥 所以應該可以降低膽固醇 減肥 降低膽固醇 對啊 減去油啊之類 不能說完全無相關 但跟膽固醇有沒有關係 我不知道 來 宋主廚 我也很單純就是 陪這阿布 我怕她太孤單了 對 黑植芝麻 沒有 也是直覺 對 因為芝麻也是一個超級食物 對 那我們就來公佈這題的答案是 也有錯 很難 淺度都錯了 越來越難 麻煩藥醫師 我覺得製作單位 真的很會很用心的找題目 這一題也差點考倒我 因為我一直以為說 攝護腺的部分 跟南瓜籽比較有關 可是還要考慮膽固醇 對 結果後來發現 結果後來再真的查資料 真的是 真果這兩方面都是有幫助的 所以這一題的主題是要 兩個問題都要有幫助的話 就是選真果會優於其他的答案 但如果說針對良性的攝護腺總大 可能南瓜籽還是也有幫助 但是它對於降低膽固醇 可能幫助就沒有像真果而已 效力就沒有像真果那麼直接 其實我們還是要講一下 膽固醇影響的程度 80%是來自於遺傳 父母親遺傳的體質 另外20%才會跟飲食相關 所以人發現膽固醇一生下來就高的人 你想要改變 你很難經由飲食的調整 飲食調整到極致也很難降到正常 對 這一點是事實就是這樣 也是不可逆的 因為是爸爸媽媽的進步 對 責任在父母 所以不是我們飲食就可以調回來 三題裡面目前 安妮主廚答對一題 阿布是答對一題 阿布還在努力中 還有機會 還有兩題 如果你們有什麼生活的經驗 也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好 好 馬上進行第四題 請問 糖尿病的患者 飲食上需控制體重和血糖 對 那麼下列了哪一個堅果的膳食纖維含量高 熱量最低 答案 A 開心果 B 花生 C 松子 來賓 來賓請做答 好 阿布是喜歡吃松子 妳是選擇 很好吃 因為我喜歡 喜好來選擇這個 太難了這一題 妳為什麼覺得它膳食纖維含量最高 熱量最低 因為像花生它的熱量很高 不是很多人都說減肥不要吃花生 吃一點點就好了 多吃都不太好 對 有人是說 花生的油脂比較高 油脂高 有時候說不要吃太多會長痘痘 對 所以不要吃太多 會燥 對 有可能是這樣子 對 好 阿布 對 花生剛剛阿布姐講完了 就是容易燥 所以我就把這排除掉 那開心果呢 我剛剛跟他槓上的時候 不選他 選松子 妳現在帶有點情緒對不對 沒有 妳不是要當他那個開心果 我是開心果 當一次就好 好 來主廚選A 就選開心果 對 因為我記得好像所有堅果裡面 那個開心果的熱量 還是相對比較低 我不知道現在改變了沒有 對 好 不然我再給大家一次機會好不好 因為現在走到第四題了 我們講的都是 100公克的開心果 100公克的花生 100公克的松子 全部都是同重量 妳覺得哪一個膳食纖維含量最高 熱量最低 有沒有要換答案的 開放來賓換答案 開放來賓換答案 膳食纖維 來 膳食纖維 不換也可以喔 不換也可以喔 我沒有說一定要換喔 跟你說 花生真的不可能 花生真的太肥了 好 所以一樣答案是 我還是當我的開心果好了 好 阿布 回到A開心果 阿布依舊覺得是松子 宋竹竹沒有要改答案 觀眾朋友 你選擇哪一個呢 好 來我們公布答案是 A開心果 謝謝 有開心 開心果 謝謝你陪我 謝謝你陪我 謝謝你 不過了你 四四妹 我好愛你喔 哥 四四妹 我看不下去 很靈體 因為連環食料理都吃不到 我出盤子 對 好 答案為什麼是A 大家麻煩姚醫師 其實開心果基本上它 我們講的都是原味的 不要加工的 原味的開心果 它的這個膳食纖維含量 真的是很高 而且它比起其他的 像花生 松子 花生有一個問題 花生其實又叫土豆 就是它其實不算 嚴格來講 它不算堅果類 它算豆類 豆類 就是長在土壤的豆子 所以 所以台語叫偷刀 對 它基本上也有很多好處 它也是有豐富的蛋白質 可是它的膳食纖維含量 就沒有開心果那麼高 也有研究顯示 二型糖尿病的人 如果說 他是經常喜歡吃花生的話 他二型糖尿病 發生的機會也會比較低 但是 吃花生有的時候要小心 就是在儲存的過程中間 我們很擔心它會產生 黃麴毒素 黃麴毒素是遇到開水 都沒辦法破壞 沒辦法把它消除的 所以花生還是要謹慎 不要過量的使用 我們算來算去 這裡面的答案真的是開心果 它又符合我們兩個答案主題的要求 所以應該答案 正確答案是A 那其實如果說以這三樣的話 我們日常生活中 其實最常吃到的是花生 對 花生 有沒有印象 回去部落的時候 永遠會有一包花生喔 還真過的那種 像不是 我說一般過年的時候 不是會有那個花生的一包 對 那個送禮的那種 網伴手禮 喔 我有一次回去的時候 那一包 是去年的喔 那個時間太久了 還在喔 黃麴毒素 舅舅說你要不要吃花生 拿出來 其實這是我去年帶回家的 而且還是你帶回去的 對 是不是真的會像醫生說的 真的回家 黃麴毒素 因為你受潮了 對 放久了 那有的時候它會有一個霉味 對 也是一個油耗味 對 而且濕濕的 對 爛爛的 媽媽就是你在節儉 節儉 沒吃完就丟著明年吃 不要這樣子 那個可以丟掉了 我今年會買新的 好 那其他的 有沒有在開心果的部分 也是過年常吃到的對不對 對啊 阿布有喜歡嗎 其實我不太喜歡吃堅果類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牙齒咬得很累 牙齒咬得很累 硬硬的 所以你是平常不會去買堅果來吃的 對 但是我最近在健康管理 就是飲食控制 我發現堅果好像蠻適合在健身 然後你嘴殘的時候吃 是誰這樣跟你說的 我看減肥的人都這樣 妳看減肥的人都這樣 對 了解 所以我等一下要請問醫生 沒有啊 他沒有想要回答你 沒有啦 確實這是你看來的嘛 對 對不對 對 堅果類確實是有一些 剛剛講過它有豐富的蛋白質 膳食纖維 維生素 脂溶性E 還有水溶性維生素B1 但是剛剛講到的 其實還是要想到說 牙齒不好的人 你是沒有辦法吃原始的這種堅果 對 那你就必須打粉或抹粉來吃 它裡面還有不飽和脂肪酸 所以算起來我們六大營養素裡面 它幾乎有四種到五種 幾乎都具備了 除了水分比較少以外 那這個營養素的補充 你要吃很多種食物才能補充到 那你用堅果是一個 最簡單 全方位的這種 對 補充的方式 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其實因為 牙齒的問題 最簡單 比方說年這樣子牙口不好 現在便利商店都有堅果飲品 對不對 但是它那個含糖量很高 對 就是看它的裡面成分 有些是無糖的 對 有些是低糖的 比較健康的 低糖高鮮 那我就推薦無糖的 所以它有時候那個 因為像我媽媽後來牙齒也不好 那我後來就去買那個堅果飲品 因為它已經把它煮到 有點像是花生湯的花生 它是軟的 很柔軟 像綠豆 紅豆 軟軟爛爛的那種 對 或者說是 有些我們可以建議年長者說 家裡面如果有果汁雞的話 早上把它放牛奶的時候 一直倒下去打碎 對 打碎也是一個方法 對啊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是喔 媽媽要聽話喔 不要 拜託 身體健康 好 走到了第五題了 那目前 安理主廚答對的是兩題 兩題 阿布答對一題 阿布答對一題 最後一題 請問 甲可以幫助身體代謝鈉 但是南瓜籽的甲含量高 很適合哪一種患者吃 A 高尿酸患者 B 高血壓患者 C 高血脂患者 C 高血脂患者 來賓 請作答 南瓜籽 今天給他吃看看 非常有學問喔 尿酸 血壓 血脂 沒有血糖喔 適合喔 適合 岳山在笑了 好 三位的答案是 又是ABC 只有一個人會答對 ABC 當然只有一個人會答對 如果沒有人答對的話 我就跟工作人員說 來來來你來 我們工作人員很用心耶 這個題目出的很有學問 你知道我們每次在錄影前 他們是 你知道他們都去國家圖書館睡了一天 很難到 對啊 維基百科什麼 Google全部都搜尋完了 對不對 還電訪醫生 跟醫生聊超過12個小時 才可以出這個題目 好不好 好來 我們先從 我們剛剛講的三高 大部分想到 血壓 血脂 血糖 但我們沒有血糖這個選項 但我們有這個高尿酸 尿酸 對 尿酸的部分 但是不是選A 為什麼 對 因為剛剛有提到 甲跟鈉對不對 然後我剛剛的思考點是 因為高尿 它的是不是需要 跟鈉可能會有點關係 還是什麼之類的 然後做一個連結 我就猜 所以才A 鈉會直接去把它連結 就是鹽對不對 對 鹽吧 對 鹽 對 鹽 比方說零食裡面 對 高鈉 對 高鈉 泡麵的醬料 高鈉 對 對不對 應該直接連結是這樣 對 我剛剛直接連結是這樣 所以有跟尿酸 可能會有跟尿酸有關係 像有人就 很多人可能會搞錯說 尿酸就是尿特別酸 不是吧 糖尿 就是尿裡面有糖 有糖 其實不是的 我們今天有醫生在 我先來問問看來賓 為什麼選的 來 阿布 高血壓 血壓為什麼 你本身有高血壓嗎 我外婆也有高血壓 那你怎麼可以笑得那麼開心 她怎麼回她答對了 因為我 你外婆有高血壓 但是她有種苦茶 對 很厲害吧 那你跟她講 高血壓不能種苦茶之嗎 我到腦 用到腦 好 所以你外婆有高血壓 對 因為外婆有高血壓 然後我好像曾經在她的房間裡面 有找到南瓜籽這類的東西 那你答對了 那我就想說 應該有什麼關係吧 可能是醫生叫她多吃 生活經驗 對 生活經驗 那我們就來公佈答案是 B 高血壓患者 謝謝外婆 你這個要好好謝謝你外婆 房間裡沒有放南瓜籽 不然你這題是不會答對的 好 來 麻煩姚醫師 好 其實高血壓患者 我們會建議她的鈉 鈉鹽的食物 就是過鹹的食物要避免 對 主要就是鈉如果含量過多的時候 血壓會上升 那這個南瓜籽它就是 含有高量的甲 它可以幫助鈉的排泄 會降低體內的鈉鹽 所以對高血壓患者的這個幫助 是比較大 那對其他的疾病幫助 就沒有像高血壓影響那麼直接 那剛剛講過高尿酸的患者 高尿酸患者一般我們會很建議 熱量的攝取 不要吃高湯 不要吃內臟 不要吃酒 這些東西 那還有就是不要長期的 不斷的喝茶葉水 泡茶的茶葉水 不要長多茶 因為這些基本上 它會影響尿酸的排泄 或增加尿酸的產量 所以高尿酸的人 他不要喝太多的酒 也不要長期 一直喝那個老人茶 回沖的茶葉水 對 因為之前我 因為我師大畢業的時候 我在學校服務 那我們訓導處裡面 一定會有一個茶盤 那有時候是因為可能 其他學校的外賓來 那主任都會向我們泡茶 對 可是有一陣子是我後來發現 我整天都在喝茶 沒有水 會上癮 對 那個都不是純水 因為我們回到訓導處裡面 都是茶葉水 或者說我還記得 我小時候那個李明辦公室 也是泡茶 對 沒有喝水 所以這些 大哥大姐都沒有喝水 他不了解 那茶葉水以外 你如果喝花草茶 不是茶葉的 泡的那個可以 對尿酸排泄是沒有影響的 當然尿酸患者就是高熱量的東西 所以它的堅果類可能就是 腰果類還可以 然後南瓜籽也可以 然後杏仁也可以 就是比較低熱量的堅果類 會比較合適 那花生就可能就比較不合適 所以腎臟不好 或者是尿酸高的人 花生也一定要特別節制 那尿酸 高尿酸的人跟痛風 是什麼樣的關聯 高尿酸其實 所謂定義高尿酸是 抽選你的尿酸素質在7以上 甚至有的到10 11都有 但是血液中尿酸高 並不代表你就痛風發作 因為你的組織關節 裡面的尿酸的含量 或許還沒有那麼高 所以高尿酸只是一個潛在的警訊 你會發作的痛風是 臨床上你真的有痛發生了 關節紅腫了 那個我們才叫痛風 甚至久了它就形成痛風結石在關節 對 把整個關節都破壞 會喪失關節的功能 甚至整個關節壞掉還要節肢 那痛風石產生以後 就是比較嚴重的情形 其實我們高尿酸血症 基本上應該是要去查原因 你到底是飲食失調 還是遺傳體質 還是什麼原因 還是有什麼 讓你這個尿酸代謝 不斷的釋放出來 比如說我們的肌肉溶解 也會釋放大量的尿酸 和溫肌溶解 或是你吃藥 比如說在化療的情況之下 破壞你的身體的細胞 也會產生大量的尿酸 到底你的尿酸來源 是屬於食物來源引起的 還是作息引起的 喝酒這些習慣引起的 還是藥物引起的 一定要趕快查清楚 是 才能夠處理 有痛風發作 基本上 不管你血液中尿酸高還是正常 還是不高 都要積極的處理 因為你的身體已經警訊告訴你 你不能容忍任何的尿酸再增加了 大概的形形是這樣子 那跟性別有沒有關係 因為痛風比較多都是男性 對 那高尿酸 女生呢 女生高尿酸的情況是比較少 不過如果說 她本身的生活習性裡面 喜歡喝酒就要小心 其實女生的酒量常常都比男生好 所以喝酒常常都會變成 對女生來講沒什麼負擔 對男生來講很容易有一些喝酒後的問題 是 所以女生可能就是不能因為自己可以比較容易 酒量好就多喝太多酒 是 阿姆剛剛有問題對不對 因為我們家人有痛風的問題 然後之前他們都會吃降尿酸的藥 是 所以其實高尿酸跟痛風是不一樣的 對我們有時候叫做無症狀高尿酸血症 這類的病人我們不見得會開藥 因為他還沒有真正發作沒有症狀 沒有痛 我們反而會積極的告訴他說 你在生活飲食上 第一個你要大量喝開水 不要喝飲料 飲料包括酒精咖啡因 或者剛剛講的茶葉水這些飲料 就是用開水大量的 你一天如果腎臟心臟沒有問題 你可以喝2500-3000cc的白開水 這樣都是很好的一個方式 那不是說每個人一到尿酸檢查膏 就馬上需要開藥 因為有的藥其實對腎臟也是有影響的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說你要了解說 你高尿酸的原因 然後有沒有疼痛的這個病史 再來決定你的用藥 對 因為畢竟藥物對肝腎的負擔還是有的 保健食品也是嗎 保健食品其實你要看它的主要的成分 因為尿酸高了以後 第一個會破壞關節 也形成痛風的問題 第二個它會傷害到腎臟 所以尿酸失控久了 甚至會要洗腎的 所以事實上你保健食品裡面 也是要看它對關節的成績 或者是對腎臟的負擔有沒有問題 那會有什麼樣的症狀發現自己好像 我是不是高尿酸還是什麼 其實我們基本上希望大家多喝水 就是你觀察自己的小便 如果是透明白色的 你的水量就是夠的 小便如果說是濃濃的或有顏色黃黃的 基本上你還可以多喝水 如果你觀察自己的小便 都是屬於不是透明白色的 那你就要小心了 你的喝水量不夠 那你的尿酸累積排泄就有問題 就可能會產生痛風的 對 其實最簡單就是喝水 其實我有很多學生問我 減重的時候要注意什麼 我都第一個問他說你水喝多少 對 我就早上喝大冰奶 下午喝珍奶 然後再喝這個量的 這個水量 然後晚上我要去吃麻辣火鍋 它有那個紅茶可以喝到飽 我聽不到有任何的水 對 所以我們剛剛醫師講了那麼多 水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想再請醫師幫我們補充一下 剛剛提到三高的疾病是會遺傳的 而且高達八成 那尿酸的部分呢 尿酸也是有遺傳的因子 基因在裡面 可是我們覺得說 既然先天的因素不是我們能決定的 我們後天的飲食作息 就是我們自己要掌控的 比如說你不要熬夜 不要不喝水 然後也不要吃一些高瓢齡類的東西 或是高熱量的高湯 或者是某些豆類 比如說蟬豆 或者是化身這些 反正你後天的管理如果做得好的話 即使遺傳體質有高風險的基因在 你也不用擔心 對 所以還是提醒大家 我們這一集當然不是在恐嚇你 我們是告訴你說 堅果跟慢性疾病 它為什麼可以變成是這麼良好的關係 透過堅果的食療 確實可以改善這些慢性疾病的生成 醫師再幫我們做個總結好嗎 其實飲食的原則就是要均衡 然後足量 而不是偏費 不是說什麼好我就猛吃 或什麼我不喜歡吃我就一直不吃 我們常常發現說 你缺乏某些營養素 你需要吃什麼東西 結果患者回應說 我就是不喜歡吃那些東西 所以它自己的偏食造成這樣 那飲食其實我們選擇就是要 當下食令的食物 然後原始的食物盡量減少加工的 營養的方式最好是蒸的煮的 不要燒的烤的油炸的烘焙的 但是好吃的東西往往都是後面 是這種營養的方式 所以我們採取一個 隨遇而安的八二法則 十次機會裡面 八次你堅持健康原則去養成飲食習慣 另外兩次就放任一下自己 因為你有本錢 可以承受一些飲食上的變化 所以讓你的心情可以得到調適 再補充一次 飲食上的八二法則 八二法則就是說 十次用餐的機會 你堅守八次健康的準則 另外兩次稍微可以越界放鬆一下 讓自己有好的心情去接受不健康的食物 但是你的頻率減少一點就好了 對 其實醫師講的這個是我 真的 可是我聽到這個新的名詞 叫飲食堅持的新的八二法則 八二法則 不可能每天都是這樣子 都完全做到百分之百安全 百分之百健康的意思 不可能 而且這樣會心情不好 對 大家學到了 好 那我們總共這次對堅果的這個知識 跟慢性病的話 五題裡面來公佈一下 安妮主廚答對的是兩題 對 阿布答對兩題 略勝一籌 贏過阿布死的一題 好 不得不說今天這些真的是有一點難度 對 有一點難度 那這個 這個堅果類 大家可能平常不會去買 像我會去買整桶的來吃 我也會 我也會 可是我剛剛有跟工作人員聊到 其實那一桶不便宜 很貴 對 很貴 今天好像賣到 其實原味的更貴 原味的更安全 原味的更貴 好 我們剛好 大家都會吃 那我正想補充一點 我在最後再請教醫師 一天吃多少才是適當的 一般來講 我們都是希望說 堅果類大概就是差不多 手掌 半個手掌的拳頭量 不要大於一個拳頭 可以吃這麼多嗎 醫生 就是一天的總量 一天總量 對 不要超過一個拳頭 那你可以早餐吃半個拳頭的量 其他就有吃到就好 就不見得一定要吃那麼多 對啦 當然針對剛剛所說的 就是洗腎患者 腎臟病者 痛風者 如果你再評論一下 我們剛剛都有補充到 當然都是過於不急 吃太多 什麼東西吃太多都會有問題 對 那吃太少 吃不夠 營養也會失衡 那今天就要麻煩 宋安利主廚 看來今天可能要麻煩您 幫我們製作 兩道懷石料理 真的嗎 麻煩安利主廚 帶來第一道的創意料理是什麼 它是一個比較日式的一種吃法 那我們今天準備的食材就是 烏龍麵 黑白芝麻 然後一點花生 胡桃 南瓜籽 刺蔥 刺蔥 這是我們泰雅族很喜歡用的香料 對 我們現在就是首先就是 先把烏龍麵燙一下 好 刺蔥跟我是有特別的關係的 很香對不對 很香對不對 它現在用美育為亞洲第一香 打敗香蘭 對 因為我第二個兒子的 雅記曲的小名就叫 就叫他刺蔥 刺蔥 這很可愛 對 這個就是先讓它煮一下 等它有一點長胖的時候 我們再把它撈起來 這個中間我們就可以先調一個 堅果粉 好 把這五樣 我們剛剛說 有果汁機用打的 其實用這個搗碎的也是可以 對 就是一種樂趣 但我們用量也不用太多 就是你家裡有幾個人 你就做幾 做多少 對 這幾樣都是比較台灣找得到的堅果 好 我們就這樣子把它 把它 給它倒一下 倒一下 我也提供你們參考 我一個懶人的方式是 我把它裝在塑膠袋裡面 塑膠袋裡面 然後我把它全部集中 在塑膠袋的角角 然後把它綁起來 敲嗎 然後我用那個刀 刀子的刀背 刀背剁 用刀背剁 然後有那種好聰明的方法 刀背 開往下 很聰明 好棒 不然去放棒 沒有 就因為有一陣子我也是 就是給小朋友吃 因為其實我還是要提醒大家 給小朋友吃 你一定要注意 不要讓它噎到 這個刺堅果就是要很小心 尤其小孩子跟老人家 對 這樣倒起來滿碎的 滿細緻的 差不多這樣就好 我們還是保留它 一點點的口感 對 現在只剩下這個 這個 我覺得有一點顆粒 對 你至少吃起來不會全部都是 太粉粉的 太粉粉 對 而且烏龍麵好像相對是 比較健康嗎 這個要請教一下我們醫生 所謂精緻麵粉裡面就是 白米 白麵這些食物 烏龍麵它不是純粹的白麵 所以它跟精緻麵粉是不一樣的 所以如果喜歡吃麵的話 可以選烏龍麵 對 那陽春麵 也是精緻澱粉 那個麵條它本身製造的過程 就是白麵粉去做的 可是它應該是比較屬於高GI的 是嗎 高深糖的 我們的烏龍麵就已經燙好了 燙好了 小心 把它燙好之後 先倒在碗裡面做 把它冷卻一下 我們現在就是做一個調味的動作 調它的醬汁 醬汁 對 醬汁的話 我們就是給它一點水 堅果掛麵 跟拌麵就是不一樣 拌麵整個就是給它拌下去 這個醬料是先加水 水跟醬油 我們只要一點點它的鹹味 然後我們在 我這裡面有加一個香料 就是我們的刺蔥 刺蔥 就在這個時候加下去了 對 對 主廚基本上只有醫師會吃的 比較大份 好 來 冰都還好 好 差不多一個吃兩條麵 一個吃一條麵 主廚 你不要聽說講 太精緻了一點 答對幾題吃幾條嗎 不用這樣子 然後這樣煮開的話 就差不多就可以了 有 那個醬油的 把它倒出來 對 香味 有 醬油的滋潰 我可以想像這個還 感覺應該是會滿清爽的 這裡我們就把剛剛那個 倒好的那個 堅果類 放上去 給它多一點嗎 可以 對 醬可以多一點 不要浪費 對 反正等一下我們 我們工作人員也會吃 好 我們也可以幫忙 我們也可以幫忙 來 我們來吃三顆 好可愛 把黑白芝麻灑上去 這個是一個 這個只是一個裝飾 黑白芝麻 對 你順便可以這樣子 放一點下來都可以 有 有那個日式的感覺 對 我們這個打納 打納就放上去一點 這是我們的赤蔥 有口水嗎 大概這一道就差不多 完成了 好棒 好棒 麻煩阿里主廚為我們帶來 第二道的料理是什麼 對 超愛 對 今天我們所使用的是 綜合堅果 塔皮 然後糖跟蜂蜜 我們今天還是用我的打納 去做一點調香 是 好 先把這個糖炒一下 上乾鍋炒一下 砂糖 這一般的砂糖 白砂糖 然後黑砂糖比較不建議 它會苦 喜歡焦糖 苦一點的也可以 對 根據個人喜好 它等一下味道出來的話 我們就把蜂蜜放進去 火所以是一般的 烤了 對 時間到了嗎 沒關係 那個在預熱 預熱 你可以再給它再轉 多轉 待會兒我們烤的時候時間 就可以縮短了 對 因為這是一般的烤箱 對 基本上 現在已經就有什麼蒸烤爐 就蒸烤兩用 氣炸 氣炸鍋 但其實這是我的記憶 我小時候就是這種 這種白 我記得我們家是白色的 然後早上的時候放吐司 烤吐司 對 然後還會 就是上學快來不及 有沒有 我還自己這樣子 拿好了 拿好了 不等她的時間 對 不等她 直接給它拿出來 直接給它烤好 它等一下要慢慢再融化了 我們在炒 它融化就結成 結在一起了 沒有關係 我們在炒糖的時候 最好是用這種 這種比較烘焙用的這種鏟子 它比較不會 等待會兒洗的時候 不會那麼 不會整個黏在上面 對 要不然很難洗 你要泡很久 對 有香味了 那個糖的香味 有 我們蜂蜜也很豪邁地 給它下去 我的口水一直在分泌 對啊 Honey 這一道就是8比2 8比2的一個比例 我們偶爾吃甜一點 主廚在分泌放得真的很豪邁 豪邁 我待會兒這個都可以吃 來 我們這個 起泡泡之後 我們就把我們的堅果放下去 這個時間都不能拖對不對 對 不能拖 把它均勻拌著 讓它拔著棉科的堅果 拌勻之後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把打納放下去 打納真的是祕密有吃 對 對 打納真的很香 跟馬告一樣 對 好香 好香 好 我們把它盛到那個塔 塔坪 蛋塔裡面 我今天就是給你們堆高高的 吃好 吃滿 可能吃好是有吃滿 沒有 我就看這種塔 你們要怎麼分 千萬不要隨便挑戰我們工作人員 好 二砂 甘草 甘草 烤完之後加蜂蜜 對 外草 這樣就可以了 再把堅果扒上去 然後最後的點綴就是打納 對 好簡單 好簡單 對 很簡單 好了 上烤箱去囉 上烤箱 小心燙 小心燙 好 剛剛好 這如果說是一個小家庭有沒有 對 下午茶 對 燙飯的 小朋友配牛奶 跟先生 或者說是姐妹來到家裡面聊天 一人一顆 不會有最熱感 對 稍等一下把它烤得稍微有點酥脆 對 有點焦香 焦香已經有味道了 大概多久的時間 因為那個塔皮 我在家裡已經是處理過的 大概一 兩分鐘 我們主要是回烤 回烤 讓它有一個熱的口感 對 比較熱一點 好 吃過堅果塔 再一 兩分鐘來分享一下 阿布 吃過 阿布 所以從哪邊 我在咖啡店 咖啡店 對 可是它們的堅果塔特別甜 很甜 都加一層的糖漿 對 可能就是要讓你可以 再繼續買它的咖啡 就是這樣搭配 因為妳會配 對 剛好如果是美式苦的話 配一點甜的 會比較美情一點 對 是 阿布 我也是下午茶的時候吃過 對 然後一定要配一杯咖啡 不然你單吃太甜了 對 而且有些還會上面會 什麼糖霜或者是巧克力粉 之類的那一種 對 有的那個塔皮是巧克力的 對不對 它沒有巧克力的 它沒有口味 對 口味很多 然後有的是 有的還有陰嘴豆 對 有陰嘴豆 因為我們是用一般的 綜合的堅果 綜合堅果 其實是不是很簡單 在家裡其實跟小朋友一起製造 如果說到聖誕節的話 你上面還可以放一些 草莓粉 可可粉之類的糖 薑餅仁 都可以自己做 你可以給它堆糕糕 對 自己家 不是 薑餅糕糕 對 那應該是可以了 搞好了 好香 漂亮 小心燙 小心燙 好 準備一下這個 薑餅 廚房的 高耐溫的手套 一顆一顆拿 一顆一顆 會燙 你用這個手套 對 這小叮噹手我不太會拿 真的嗎 真的 那個沒有習慣的人會不好拿 真的是小叮噹 把它嚕下去 沒關係 我有 我有學過 畢竟我連C級都沒有 不要這樣子 我有C級的籃球裁判 田徑教練跟游泳教練證 就是沒有廚師的 沒關係 這樣夠多 沒關係 你就負責吃就好了 OK 那我會失業 那應該是可以了 準備看看 謝謝 謝謝 楊醫師整份了對不對 全餐 全餐 沒錯 後面等一下兩位少女 我們在錄影 你們懂了嗎 沒關係 我是有塔的 我有半塔 對不對 不是一題 我是連塔都沒有 妳是只有堅 我只有堅 還是堅果 只有堅果 沒有塔 一題 那個麵條應該 兩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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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 來吃看看 好 大家請享用 很香 超香的 兩道料理裡面都有加 刺蔥 對 那個風味應該會不太一樣 對 它就有點像是 蕎麥麵 拌麵的方式 對 簡單的醬油 還有堅果粉 然後打那進去 鹽巴都沒有 而且它是酥味道不會很重 我剛剛還想說會不會很重 但就是淡淡的 剛剛好 亞洲第一香 對 有沒有那個堅果的口感還在 就是那個醬 兩位吃到 兩位少女 怎麼了 又要形象這個問題了 沒有 來 好讚 怎麼說 很營養 然後又很香 它那個蜂蜜的香味再搭配那個 刺蔥 甜而不膩 是 不濕 而且它 你知道它現在 應該是 糖 它現在黏在我的牙齒上 我真的覺得好幸福 是不是想要點咖啡了 對 小杯咖啡 真的 一時吃得津津樂道 真的 食材再好 還是要親自料理 才能夠享受食材帶來的樂趣 對 才會有成就感 我們用餐很在乎是一個愉悅的心情 不是一個趕時間 隨便吃趕快吃這種情況 吃到飽 好的食材 經由自己的料理成功的入口 這種過程成就感是非常高的 對 當然我們今天也聊到 關於堅果跟慢性病這件事情 雖然它是有助於 慢性病的控制飲食的 一個很好的食材 但是也是不太能吃太多 慢性病我們今天也聊到一個重點 就是也會有因為遺傳的因子 但大家不要怕 好不好 遇到的時候就去面對它 飲食調整到極致 還有一件事情是什麼 運動 運動 沒錯 那就趕快 好 剛剛說多喝水 多喝水 那多喝水加上運動 然後來加長代謝是不錯的方式 好的 邀請大家換好運動服 馬上回來跟著我一起 一撒一撒動 一撒一撒動 一撒一撒 歡迎回來一撒一撒動 我是TERRY教練江振愷 在我的左手邊是詩婷老師 在我的右手邊是Nick老師 好的 今天的有洋舞蹈 依舊是帶有這個 女性性感成分的動作居多 一樣要把你的身體的魅力 給它展現開來好不好 不管你是幾歲好不好 你的身體 你的心態的年齡 是最重要的 讓我們化身為想像一下 接下來這首舞蹈 你就是知名的Esa 好不好 好不好 不要說各位阿姨 還有叔叔 還有髮記 還有Yudas 一起來動一下 幾個動作交給大家 這個是要對拍對節奏的 重拍 來 右手手肘 左手後面有一個人 兩邊後面都有人 走開 走開 好 這是為什麼走開要這麼性感的 我也不知道 好 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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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來 是過來 這樣比較好 這樣比較好氣 好 那我們就做這樣的動作 好 第一個動作 右手劃開 左手劃開 好 你的寬部跟你的手 右邊就走到右邊 左邊就左邊 右邊四個方向 可以嗎 好 來 右手 1 2 3 4的5 6 7 8 一定要同邊 我跟你講 不同邊很難 不同邊 對 不同邊就很難了吧 怪怪的 好 那如果你想要做不同邊的 我也沒意見 好 接下來第二個 Level 2打開 手肘 推 跳 推 推 肩膀線條 跳 再來跳 再來跳 好 可以 好 你已經學起來了 接下來整首歌 最複雜的動作來了 叫做右腳 左腳 好不好 很多人右腳 左腳 可能會打在一起 但沒關係 今天老師幫妳做解答 右腳 右腳 左腳 右腳 右腳 右手 好 同手同腳 往後畫 同手同腳往後畫 同手同腳往後畫 好 來 左右 左右 左手左腳 右手左腳 好 這是不是太簡單了 對不對 接下來方向感大考驗 右轉左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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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右轉右腳先 右 右 左 右 左 心跳 左轉 左 右 左 右 心跳 好 接下來不心跳 直接右轉左轉 看妳會不會暈 眼睛要看前面呢 5 6 7 GO 右轉 嘿 左轉 嘿 右轉 嘿 右轉 嘿 右轉 好 老師在講你都沒在聽 好 注意囉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了 好不好 不管左邊右邊 記得旁邊不要有東西 好不好 注意安全 馬上跟我們一起動起來 老師麻煩 Yeah 好 Essa時裝周 準備手肘拿起來 重拍 來喔 雙手 中間 右手 左手 雙手下來 然後跟我 右 左 嘿 放鬆 右 左 嘿 下巴 1 2 搖下來 手肘 一 雙手 然後右邊踏步 GO 右腳 左腳踏步 右手 左手往後 蛤 左腳 右腳 嘿 往後 蛤 好 好 來 睡個覺喔 睡個覺喔 動手打開 擁抱一下 擁抱一下 跨開 還好嗎 還好 好可以喔 再一次喔 手肘 跳 肩膀線條 嘿 再一次 右手 左手跟我推 兩隻手 一個WIN Let's go GO 跨開 嘿 嘿 左邊 右邊 踏 跨開 好 我們睡個覺喔 準備要轉身喔 左轉 GO 心跳 嘿 右轉 踏 嘿 對 雙手打開 跨開 有 有沒有感覺了 有 有 時裝周視頻老師 好 維多利亞的祕密 準備 妮可老師 維多利亞沒有祕密 沒有祕密 準備 台語老師 根本就沒有什麼祕密 拍大步 跨開 嘿 同手同腳 再一次 跨開 來睡個覺 拔開 準備要來左轉 GO 心跳 心跳 嘿 太陽的像 怎麼味道 哈 胸口 雙手 打開 撥開 再一次 其力蹲下